好,2008年PayPal1的第三條 那PartA就叫你寫完 所有positive integers m,其實這條呢 就是逐個數去試的,因為一條 設兩個未知數,就只有 trial and error這個方法,就是逐個試啦 好,首先先試m等於1 m等於1,那你就 變成1加2,n等於5 n等於2,然後m等於2 m等於2,2加2n等於5 n就算是1.5 沒可能的,因為n都是int m和n都是int 接著繼續,就是m等於3 m等於3的話,就會是3加2n等於5 那就算是1 OK啦,再去m等於4 那你就會是4加2n等於5 n就是0.5 那你會是6加2n等於5 那就5加2n等於5 n等於0,這兩個case都不太能力了 那你會發現你繼續試下去 那個n就已經開始是一個負數 例如你試m等於6 那即是6加2n等於5 n就變成負數 負數更加不行,之後那些都全部不行了 所以呢,我們就變成這條題目的答案 就會變成M-1和M-3 所以呢,答案就是M-1和M-3 或者你這樣寫,MN是1,2 或者3,1,這樣寫會更加好 我建議是這樣寫的 好,接著呢,就去到PartB PartB就要寫這個K 那你可留意現在給N 一會是1,2,一會是3,1 所以我們會分兩個Case去看 Case1就是M-1,N-2 即是8H Gen2,And2 expand出來就是2x2 加4x 抱歉,加5x 再加2,在這個情況就是k等於2 好,接著去到case2 case2就是m等於3 n等於1,那yhand side呢 就是2x加3 x加1,expand出來就是2x2 加5x加3 這個case就是k等於3 所以k就有2個可能是2和3